散居在各皇國各省的民宗 他們的律例與萬民的律例不同 也不守皇的律例 所以容留他們於皇無益 皇若以為美請下旨意滅絕他們 我就捐一萬他連得銀子 交給掌管國… 對不起 這個字我沒有查到怎麼讀 國老的人立入皇的府府 於是皇從自己手上紮下戒指 給猶太人的仇敵 阿甲族哈米大,他的兒子哈曼 皇對哈曼說,這銀子仍歸賜給你 這文也交給你,你可以隨意待他們 這個經文說到哈曼是想殺猶太人 想所有猶太人殺了 因為有一個抵抵改不肯拜他 因為皇吩咐所有人都要拜哈曼 但是末底改總是不肯拜他 末底改是以斯鐵皇后的唐哥 因為是末底改的叔叔的女兒 以斯鐵是以斯鐵皇后的女兒 他想請下旨意殺了他們 皇也沒有查清楚就說好了 接著我們一起讀一下 交給易卒,傳到皇的各省 吩咐將猶太人,無論老、少、婦女、孩子 在一日之間,十二月就是阿達月十三日 全然剪除,殺戮滅絕 並奪他們的財為老物 這個就是在歷史上很多時候 魔鬼將殺猶太人和基督徒的心放在很多人的心上 異教徒很少敵對佛教徒 也很多時候不敢敵對其他異教 但對於基督徒是特別針對的 因為是魔鬼放在他們的心中的 接著四章一節 末底改知道所做的這一切事 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塵 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 皇的御子,所到的各省各處 由大人大大悲哀,禁食哭泣哀嚎 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 這裡說到很多人 末底改知道這件事後 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討告 在這個時候,因爲 以色列人在波斯帝國之下 其實這個時候,如果 克曼的計劃成功 是可以將猶太人完全滅絕的 但是神就有奇妙的工作 去保守猶太人 感動活底改 以及那些以色列人 猶太人就在悲哀哭 在歷代之下,這個經文都允許我們 當我們去尋求神的時候 神會醫治這個地 我們一起讀一下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討告,尋求我的臉 轉來他們的惡行 我必從天上垂聽 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就是說當神的子民 自卑,這個自卑不是說自卑感的自卑 是謙卑的意思 謙卑,討告,尋求神的臉 離開他們的惡行 神在天上會垂聽 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然後第十節 這是末底改首次請以色帖幫助的時候 以色帖的回應 我們一起讀 以色帖就吩咐喀他格去見末底改 說 黃的一切神木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 有一個定例 若不蒙照善入內院見黃的 無論男女必被自死 除非黃向他伸出金像 不得存活 現在我沒有蒙照進去見黃 已經三十日了 人就把以色帖者說告訴末底改 末底改託人回覆 以色帖說 你莫想在皇宮裏 強過一切猶大人 得免者禍 在這個經文裡面 就說到 首先末底改 將這個信息傳給以色帖 希望以色帖有一個正面的回應 因為他在皇宮裏面 被選了做皇后 這個很特別 在波斯國居然選了一個猶太人 做他們的皇后 因為當時他們的皇后 不肯出席黃的宴會 因為皇的宴會很興奮 所有的神伯在一起 接著他就說 心血來潮 不如叫皇后出來 讓人看看皇后有多漂亮 怎知道皇后不肯 皇后不肯 好像我有我的事做 我不肯出來 於是那些神伯就說 如果皇后這樣抵抗你 你都由得他 就不行了 於是皇就決定將他廢了 廢了之後就在他全國 去找一個人做皇后 竟然不是找了波斯人 而是找了以色帖 所以以色帖就是神特別創造這個人物 一方面是美麗 一方面他一定有他的智慧 他的美麗 他的令人容易相處 代人節物 各方面他一定是有他的吸引的地方 也是神的靈感動 即是當皇見以色帖的時候 心忽然間歡喜到不得了 因為神在他心中做功 以色帖就有機會 入了皇宮做了皇后 當末底改就跟他說 傳遞的訊息說 現在以色列人全部要死了 那他應該的正常 即是應該立即反應 如果關心以色列國的 他應該說 好了我要怎樣方法呢 或者討估我怎樣方法呢 那麼他就傳了一個真實的情況 就是什麼呢 他說在皇宮裡面 無論什麼人 如果沒有皇的准許擅自進去 他都要死的 除非皇伸出這個金像 他就可以存活 如果不是他會死的 那麼他就這樣答覆 末底改 他就沒有說到 好了我都盡方法 即是他當時而言 其實他只是說他困難 他一點都沒有說到 是有什麼方法的 或者我嘗試他是沒有說到的 那麼末底改就回覆他了 這句說話就非常之直接了 他說 你莫想在皇宮裡 強過一切猶大人得免者和 你不要想著 你在皇宮裡面 就可以免了這個和 這個也是給我一個提醒 就是說基督徒 其實我們有機會拯救人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去拯救的時候 神都可以追討我們的罪 因為我們欠他們福音的債 我們看到他們一輩子都跟他們相處 但是都沒有全福音 神都可以說 你有機會救他們 但是你沒有救他們 你在皇宮裡面 你不要以為你強過其他人 其實不是一定能夠免這個和的 接著末底改繼續說 我們一起讀 此時你若閉口不言 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自滅亡 焉知你得了皇后的胃份 不是為現金的機會嗎 以施貼就吩咐人回報末底改說 你當去招聚書山城 所有的猶大人 為我禁食三奏三夜 不吃不喝 我和我的宮女也要這樣禁食 然後我為例進去見王 我若死就死罷 這裡末底改的說話 一方面影響以施貼 神的寧願都感動以施貼 它是忽然間完全改變的 末底改就說 如果你閉口不言 猶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 神一定會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自滅亡 即是你和你的父家會滅亡 焉知你得了皇后的胃份 不是為了現金的機會 即是說祂能夠有機會 做皇后是神特別安排放祂在這裏 有這個機會 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神都放我們在某個機會 在一個家庭 在某間公司 在某一個環境 在某個區域 都是神放了我們在這裏 神想使用我們的 願意我們都看到我們的遺份 神給我們這個遺份 是有特別的意思的 我很感謝神 給我的遺份 能有機會學英文 學普通話 各樣的教導 以致我在這個遺份 可以有機會幫助更多人 而你可以配合 可以配合 下個星期 我都宣佈了 星期一和星期五 我會帶兩個聚會 在群組裡也看到 你想參加可以參加一下 看到我們如何幫助其他人 以施鳥就吩咐人 回報 這個時候他一定有很大的改變 在內心裡一定是神感動他 他又想了很久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有什麼辦法呢 我一個女人在皇宮裡面 我可以做什麼呢 我又不能說的 皇帝也沒有見我 三十天了 我有什麼辦法呢 但是神感動他 他就說 朝聚書山城所有的猶太人 為我禁食三宗三夜 不吃不開 他這個是很特別的禁食 不只是沒有吃 是沒有喝水 我和我宮女也要這樣禁食 然後我就為例進去見王 我若死就死吧 這句說話很出名的 就是以詩帖所說的 就是死就死吧 有什麼所謂呢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說這句說話 死就死吧 不要緊要的 不死得的 神會祝福我們的 而以詩帖是很有智慧的 這次我們講到他的勇敢和智慧的 我們看看他的智慧和神造功 以詩帖的五章二節 皇見皇后以詩帖站在院內 就施恩於他 向他伸出手中的金像 以詩帖便向前摸象頭 以詩帖說 皇若以為美 就請皇戴著哈曼 今日赴我所預備的賢席 然後到六章一節 神造功我 在這個時候神造功 那夜皇睡不著覺 就吩咐人取歷史來 念給他聽 皇說 沒底改行了這事 其他什麼尊榮著為沒有 就是沒底改曾經救皇 救了皇一次 救皇一次就是在他的時候 就是救了他一次 他就說到底有沒有賜他什麼尊榮 然後跟著 神伯回答說 沒有賜他什麼 皇后以詩帖回答說 我若在皇眼前蒙恩 皇若以為美 我所願的是願皇將我的聖命賜給我 我所求的是求皇將我的本族賜給我 這裡的說話是這樣的 即是說 其實第一晚 以詩帖的字是甚麼呢 他首先請皇去他那裡吃飯 就是有賢席 在賢席的時候 皇就跟他說 你想要什麼就算各個一半我都給你 接著他就說 我就是再請皇再一次來 這個是有他的智慧的 我們稍後再說一下他有什麼智慧 然後那一晚 皇就睡不著覺 就叫人拿歷史書來看 其實睡不著覺有很多事情做 可以叫工女來跳舞 可以做什麼都行 他忽然想看歷史 看回他們的歷史 看到末底改曾經救過皇 於是他就說有沒有賜給他什麼呢 這個其實是感動皇的心 是軟化的 即是對猶太人是有軟化的 然後皇后第二晚 他就來到吃飯的時候 皇就說你想要什麼 在這個時候 以詩帖覺得時機到了 他就說 願皇將我的聖命賜給我 我所求的就是皇將我的聖命 和我本族的人賜給我 接著第七章三節繼續了 皇后以詩帖回答說 我若在皇眼前 一起讀一下 我若在皇眼前蒙恩 皇若以為美 我所願的 樹願皇將我的聖命賜給我 我所求的是求皇將我的本族賜給我 因我皇我的本族被賣了 要剪除殺戮滅絕我們 我們若被賣為奴為彼 我若閉口不然 但皇的損失敵人萬不能保足 阿克徐老皇 皇后以詩帖說 善敢起義如此行的是誰 這人在哪裏呢 即是吳以詩帖覺得 得到皇的歡心 他的接納的時候 他的智慧在他那時候才說 他說第一件事 神啊 不是 神啊 對不起 我講個祈禱 皇啊 皇啊 將我的命賜給我 皇當然覺得很驚訝 你的命就在這裏 然後就說 我的本族也賜給我 然後就說到原來他被賣了 那些敵人要殺戮他 然後就問他是誰 接著以詩帖繼續回答 以詩帖說 仇人敵人就是這惡人黑曼 黑曼在皇和皇後面前就岑京王 皇變大路 起來離開酒席 往御苑去了 黑曼見皇定義要加聚於他就起來 求皇后以詩帖救命 皇從御苑回到酒席之處 見黑曼服在以詩帖所靠的塔上 皇說他竟敢在宮內在我面前凌辱 皇后嗎 這裏說一出皇后 人就蒙了黑曼的臉 這裏說到黑曼很害怕 因為他指出是他 他就很害怕 皇又很生氣 走出獄院裏面 黑曼見到皇出去了 他現在就要死了 他就求皇后救他一命 他就伏在他的塔上 但當皇進來的時候 看到他伏在他的塔上 他就說 你居然可以這麼接近皇后 去凌辱皇后 於是他一說的時候 人馬上就把他的臉蒙住了 接著就第七章九節 事後皇的一個太監名叫哈波拿說 黑曼為那舊皇有功的末底改 造了五丈高的木架 現在立在黑曼家裡 皇說把黑曼掛在其上 於是人將黑曼掛在他 為末底改所預備的木架上 皇的憤怒者才止息 這裏說到 今時有一個太監 這個太監可能也很抵得 黑曼那種不好的地方 他人的不好的地方 就告訴他 黑曼為了末底改 因為他準備殺猶太人 而特別要為末底改 造了一個五丈高的木架 來將他吊死 誰知道 當這個太監說出來 皇就說 好,不如用了他的木架 將黑曼吊死 這就是神去報應他 神是可以報應 我們一起讀下面的經文 羅馬書12章19節 主說 新冤在我,我必報應 以及以賽書內一章二節 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 就是神是會新冤的 神會報應 所以有人欺負我們 其實我們要為他祈禱 因為他欺負我們 他比我們更慘 因為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主的身上 所以我們不用怕 所以他們欺負末底改 欺負以色列人 反而他是慘的 因為神要追討他的罪仇 他是不能走的 因為神可以做任何事 去影響王的決定 而神感動王 其實他信任他 在起初以色貼記 是說到王是很信任黑曼眼的 將他抬高 但是居然後來將他殺死 這就是神用的方法 神可以成就他的計劃 所以我們 不需要因為人傷害我們 而戒意 不要緊的 不能死的 因為神會保守我們 我們聽神說愛神 神保守才是重要的 世人不能夠傷害我們 反而不聽神話的人 反而他們的結果是很慘的 我們說的要點下 我們一方面讀經 也應用在訊息 因為經文很長 神賜給以色帖的改變 勇敢和機智 即是神給他生命改變 以及他的勇敢和機智 我們這次就學習以色帖的勇敢和機智 首先這句說話 大家讀一讀 針言十一章二十二節 婦女美貌而無見識 如同金環帶在珠鼻上 即是很漂亮也好 但是沒有見識 沒有思想、沒有智慧 經常被人氣壞 經常發怒騷 經常煩惱的 即是好像金環 金環很漂亮 不過帶在珠鼻上 我記得梁煙成曾經有一次 她說到有一次看香港小姐選舉 其中有一個香港小姐 其中她會問很多問題 看看她的智慧應對 她問過甚麼問題 她說孔子是誰 她回答過甚麼 孔子是私人 梁煙成,有沒有搞錯 孔子是教育家 是瑜伽 即是說中國人的那種瑜伽的道理 就是孔子開始 孔子不是私人 但是她說孔子是私人 梁煙成就笑了 樣子就漂亮了 不過知識就一般了 即是說婦女如果漂亮 但沒有見識的時候 就好像金環帶在珠鼻上 最可惜的是有些女性 又沒有美貌、又沒有見識 又沒有平穩、安靜 又煩惱、又不開心 一生人都是很淒涼的 但如果有神的愛 神的生命在裡面 神可以改變我們 神可以致給我們聰明智慧 我們不用整天看面貌就死了 別人這麼漂亮 我不夠漂亮 其實不要緊 你對人好 那些人會喜歡你的 最重要是對人好 現代人 不是那麼煩惱 煩惱的人是沒有人喜歡的 就是沒有人喜歡的人 經常都是煩惱、低沉的 這裏我們看到以詩帖的改變 以詩帖首先跟王說 善入內院見王的必備自死 除非王向他伸出金像 不得傳活 他就說出這個事情 這是事實 即是說一次的訊息 就是抹底各位傳給以詩帖 以詩帖傳給他的訊息 只是說到如果我進去 如果王武向的身像我就死了 只是說這個訊息 是完全沒有說到 我要為你們討告 我要做甚麼 一點都沒有說 然後末底改就回答他 他說此時你若閉口不言 由大人必從別處得解脫 蒙拯救 你和你父家必至滅亡 已經知你得了皇后的遺憤 不是為現今的機會 末底改這句話 就喚醒他 即是指出他的問題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的家和你都要滅亡 以及你得到皇后的遺憤 是唯有今日 以詩帖一定是有反思 神的靈感動他反思 然後他就說 我和我的宮女都要禁食 他叫他們三天禁食 然後我為例進去 即他想清楚了 最差最差的情況就是死 我若死就死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在大災難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死 在逼迫的時候可能會死 你有沒有想過 在我初信主的時候 我已經想過 我不是想大災難的時候 我還未知道大災難 那時候我看一本書 《忠信月刊》 他就說到有一本書可以送給我們 就是說到為主受苦 說到為主受苦 我就看了 裡面就說到人們 如何受迫迫在監獄裡面 受迫迫或被殺 說到一個特別的例子 他說有一個人 在監獄裡面 他們吃的東西已經很少 但是他一樣奉獻給神 他一樣是 十天的食物奉獻十分之一 有一天就拿出來給一些更加需要的人 即是說到有些人受迫迫的時候 那時候神就給我這個感動 如果真的有一天受迫迫的時候 我會不會暫立得穩 堅決信耶穌 不要否認耶穌 就算有一枝槍指著我 都堅信耶穌 當時我的心就說 無論如何都好 我都真的跟從耶穌 不會否認耶穌 因為得到永生更加重要 死亡只是一下子的事 但是永生是永遠的 李斯利就想通這件事 我希望大家都會想通這件事 即是說真的有一天 真的會發生的 因為我們事實上看到 這個世界改變得很快 這個世界那些水災、洪水 他們都說八年一遇 去年又八年一遇 待會過兩、三個月又八年一遇 即是那些水災不斷地發生 其實是年年多雨 我們可以想像過了幾年 這個天氣會怎樣 其實今年比去年又更加差 這個暑假真的很多下雨 我們香港那些渠道比較好 所以沒有水浸 都有不過不是那麼厲害 有些地方浸到那些屋子浮了 那些車也衝過去 其實很多地方很淒涼 那些耕種全部都衝過去 這個情況再相隔十年 天氣會怎樣呢 二十年、三十年 這個世界到底有多長時間呢 求主幫我們知道 這個世界不會很長 我們很可能會面對大災難的 我們求主幫我們站立得穩 能夠為主作見證 能夠就算死我們也不怕 神會減輕我們的痛苦 我們要祈禱神的同在 神一直跟你說話 祂在打你都可能都不忘記了 因為耶穌一直跟你說話 一直陪你 那你就覺得 神跟我一起都不介意那些一切 神讓你看到天堂 你看到天堂 一些都好像覺得他沒有打你 我不知道神到底會做甚麼 但這個心態我希望大家預備好 我們看到耶穌帝禁食後的智慧 以及請王赴賢席 以及他請願的智慧 看見王后耶穌帝站在院內 就施恩與他伸出這個金像 耶穌帝就上前摸這個像頭 這個就是神恩待他 神感動王 於是王就會伸出這個金像向他 耶穌帝也即時有神給他的智慧 他也都是… 可能他預先也有想的 預先有討告 預先去問神 然後神就指示他 不是立即說出來 為甚麼呢 王又伸出金像 立即說 求王將我的生命給我 這個惡人 哈曼就是要殺猶太人 如果他到了那時 第一次見面 立即就說 王呀 你救我的命 救我的本族 可能王都未準備好 所以他就請求王 王呀 如果你以為美 其實當時王說 就算我國的一輩都可以給你 他就請求 請王帶哈曼 今天赴我的賢席 然後在中間 離了賢席 回家了 其實又看得到 王和王後的關係 不是很親密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三十天都沒有見他 他吃完飯就不在他那裡過夜 他那裡好像不是他家一樣 他自己回到他的皇宮 王後也沒有跟他去 其實看得到 其實關係是有疏遠的 但是呢 因為這不是以斯蝶能夠控制的 但是呢 神就感動他了 即是那晚他睡覺睡不到 王後以斯蝶也不在 他睡覺睡不到 這東西是控制不到的 但是神是可以感動人的 正如我也分享過 有一個人我曾經為他祈禱 他真的祈禱舒服 他有很多病 快要死的 但是過了半年 即是我跟他祈禱 他又不肯相信耶穌 過了半年 忽然想起 他說為甚麼今天 耶穆斯沒有來 其實我已經沒有來了半年 其實是神感動他 我再去為他祈禱 我就問他覺得怎樣 他說舒服 我說佛有沒有幫助你 觀音有沒有幫助你 他說沒有 我說你信真的神 因為信假的 他就說我信真的 他就立刻信耶穌受洗 並且拆偶像 後來還見到 應該見到天使或天堂 因為他的女兒 看到他晚上看著天花板在笑 所以這個可能是神 讓他看到天上的事情 這些都是神感動他 為甚麼耶穌斯今天沒有來 當時神感動這個王 忽然間就說 不如看看歷史書 就找歷史書 看完之後 就說到如何祝福這個末底改 這個也是神在他裏面做功 就可能做一件事 對猶太人是有益處的 亦都可能他就知道 活底改是猶太人 其實過程是怎樣都好 或者他在當時來講 他覺得心舒暢 有個人曾經救過我 心舒暢 然後那一晚 以斯帖又來了 他又問以斯帖 他說你想要甚麼 以斯帖就說 我若在王面前蒙恩 王若以為美 我所願的是 願王將我的聖名賜給我 我所求的是 求王將我的本族賜給我 他有這個智慧 當時來說 他可能不懂得說這句說話 嘴唇唇的 哎呀 王說要甚麼 說 不知做甚麼 這樣說 想不到 但是神一次給他智慧 很淡定 很柔和地 去說出來 首先這句說話 其實有智慧 願王將我的聖名賜給我 王當然是很驚訝 王後怎麼會 他的命失去 很驚訝 這句說話 令到 以斯帖有機會 可以說出 去救他民族的聖名 這就是 神給他的智慧 所以我們今天說 有勇氣 並且有智慧 能夠隨時隨地 說合而的說話 這是基督徒應該有的 好了 我們首先說一下 為甚麼人會有時沒有膽 很多人都沒有膽 糟了 很害怕 有甚麼遇見困難 很害怕 有甚麼被人攻擊 也很害怕 被人壞也很害怕 或者沒有機智 即是沒有智慧 能夠珍惜那個機會 機智就是 智慧去珍惜任何機會 我自己很深刻印象 就是我第一個太太離世的太太 她曾經有一句說話 跟我說 也影響了我一輩子 這句說話是甚麼呢 就是當時有一個情況 我是有一個人跟我說一件事 我是有機會 立刻用那件事回應跟她說 是爭取的機會 但是當時我沒有 她就跟我說一句說話 她說 其實當時你可以打蛇除棍上 即是說 當一個人說一件事 你是剛剛有機會說這件事的時候 你可以即時去說這件事 這句說話就放在我心中了 我就會記得 機會有時不是經常來的 有機會立刻要珍惜 我還記得那時曾經 我在一個教會侍奉 我就想起 我準備一個活動 但是那個活動的時間 是很迫近 但是我又忘記了去宣佈 忘記了告訴他們宣佈 當時已經是崇拜中間 我想到的時候 已經是 即是不能放在秩序表 他們有印出來的 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可以去 將一張紙寫了 就交給台上的牧師報告 我立刻就寫了 就在後面上去上高 交給牧師 就趕得及報告 這個也是我學了一件事 就是有時機會是你要珍惜的 我都有多次的情況 我會發覺有一個機會 是我可以做一件事 但是我沒有珍惜那個機會 可能這個機會就過去了 這個就是求神給我們 有這種機智 有膽量 憑者是能夠柔和 不是粗魯的 是柔和的 首先說一下膽怯是甚麼 膽怯有很多人害怕 大家想想你有甚麼害怕 你有沒有害怕人 人其實是不是很可怕呢 人有些人很可愛的 不過有些人真是可怕的 亦有時有些人控制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好像得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有時所以有些人很害怕 為甚麼不敢說話 害怕他 害怕他不接受 這個害怕呢 其實當你相信神掌管的時候 神我們不用害怕 你想想以斯帖要對誰呢 他不是對他的朋友 是對王 並且要對付這個黑曼 你想想是很嚴重的 所以他絕對可以害怕的 但是以斯帖他是選擇 我依靠神 神是偉大的 我不用害怕 這是第一 怕人 大家有沒有怕人 第二怕上司 大家敢不敢試呢 很多人都不敢試 去領敬拜 去帶討告 去幫助人 去探訪 有些人不敢 但是我們靠耶穌 我們可以衝破這件事 有些人就怕被人指責 慘了 我說了 別人會罵我 他會說我 或者怕事 最好適事寧人 適事寧人 本來是好的 但有時有些事要解決 但他不肯說 就怕事 不敢面對一些事情 或者怕做一件事失敗 例如去見公 哎呀死了死了 會不會他不聘請我 其實你害怕 如果他不聘請你 你害怕又是不聘請 你害怕又是不聘請的 所以害怕又不會加憎機會 所以有信心 神啊你幫我的 還有很多人很怕的就是怕全呼音 聖經說到甚麼呢 他說 唯有我是安慰你的 你是誰 竟怕那必死的人 怕那要變如草的世人 二塞書五十一章十二節 為甚麼我們要這麼怕那些必死的人 因為他們都是在神的掌握裡面 所以我們不用怕人 但也不是踩下他 我們是尊重他 看重他 但我們不需要怕他 還有有耶穌幫助我 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神會保守我 我不用怕人的 人沒有機智 為甚麼很多時人沒有機智呢 很多時遇到情況 有些人的反應是發爛邪 有些人反應是逃避 有些人反應是不出聲 為甚麼人會沒有機智 和沒有處事的能力呢 原因就是 很多人是隨意處事的 隨意說話的 有很多人都說 有時傳一些訊息給我 我跟那個人說話 不知為何他生氣了我 我說好 麻煩你傳他的訊息給我看看 傳人看的時候 他就說他 你做些事情是這樣的 你這樣說話的 你這樣做事的 我便說 你有沒有想到這句說話 令人不開心 你冒犯他 他就會抵抗你 很多人不知道 他不好 我當然是說他 他沒有想到 他不好我說他 結果就是自己承擔 這就是沒有處事的機智 就是能夠在這個時候 說一些柔和的說話 一些合適的說話 在這個時候即時處事 這個經驗從哪裡來呢 是必定很多次 面對人面對事 你越勇敢 你將來越更加勇敢 你越懼怕 你將來更加懼怕 有些人幾十年都不敢跟別人面對 說一些說話 他到年紀大了 更加沒有這個能力 第二個原因就是 很多人沒有建立智慧 那個人明明是不好的 又說一些不好的東西 普通人用甚麼方法呢 鬥鬧 鬧是否智慧呢 不是的 對立一定不好的 但是很多人就是 他都不懂得如何建立智慧 即是如何有智慧 如何引導他 我都說了很多次引導 如果我有做錯 對不起 請你如說我 我們有甚麼辦法解決 或者我有甚麼做錯 你告訴我 我去處理吧 這樣的時候 對方覺得舒服 就能夠 關係改善 能夠處理到 就算他錯多 就算我們錯百分之一 我們都可以認錯 這個就是智慧 我們需要建立智慧 我看到很多人 跟我詢問我關於某些情況 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沒有智慧處理的問題 這是需要建立的 但是你覺得你沒有智慧 你又不要放棄 你告訴我 不要緊 我會幫你 即是 其實你任何一個人 有甚麼需要 你告訴我 我會幫助 其實我們中間 很多人 我都曾經幫助 我很樂意幫助 你如何在這些事情上 有智慧 好了 另外很多原因 就是很多人沒有反思 我這件事 有沒有做錯 我這樣說話 對還是不對呢 我試過 有些人給我傳了信息 我告訴他 我問他 你們兩個對話怎樣 接著我就傳給他 我這句說話 你覺得怎樣 他說 我不知道有甚麼要怎樣 沒甚麼要怎樣 我說你講這句說話 你解釋他的不對 他未準備好的時候 他不接受到 但是他不知道 他不懂得反思 他不知道說這句說話 結果是不好的 沒有反思 就沒有進步 很多人就被情緒帶動 其實很多原因 很多人是沒有機智 和沒有處事的能力 大家想回 你過去 你跟別人相處 你跟別人接觸 處理問題的時候 你有沒有自衛 還是你就隨意地處理 不斷地處理 不斷地處理 結果就是不斷地處理 即是不會有好的結果 神是給我們勇敢和機智的 神是會賜給我們 有勇敢和機智的 第一 我們為甚麼勇敢呢 因為歷代至上 二十九章十二節 我們一起讀 豐富尊榮都從你而來 你也自你萬物 在你手裡有大能大力 使人尊大強盛都出於你 原來神有一切的尊榮 豐富尊榮在神的手中 在神裡面有大能大力 祂能夠使人尊大強盛 哪些人尊大強盛呢 愛祂的人 神就會興起你的生命 提升你的生命 還有有神幫我 我不用怕人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還有我有權力 踐踏射和蠍子 聖過仇地一切的能力 斷會有甚麼能害你們 我們不用怕人 也不用怕邪靈 但很多人經常跟我說 哎呀 我今早又被邪靈攻擊 我家裡有吵架 我未必是攻擊 是你自己吵架 你先不要賴邪靈 是你自己有甚麼說話 有時有很多人 他不知道自己做錯事 他就經常賴了人 其實我們靠耶穌 我們不需要害怕 不需要害怕人 或是害怕情況 或是害怕邪靈 神又讓我們智慧聰明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有智慧以賽書 11章1節我一起讀 耶穌的本必法一條 從他根生的知子必結果實 耶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 謀略和能力的靈 知識和敬畏耶華的靈 這個字 耶穌的本原文不是本 是獵 這個字不是個不字 不是個不字 是不同的 這是甚麼意思呢 是一棵樹 你斬了它上面 剩下一塊木 在地上 這樣叫獵 這個東西 是已經沒有生命 已經死了 是說到耶穌 他的兒子就是大衛 大衛的知派 所生出來的王 大衛不是知派 大衛之後的後代做王 但因為他們犯罪得罪神 結果神要滅了以色列國和猶大國 所以他們已經斬斷了 但神要在那裏發出一枝樹枝出來 從他的根要生這個枝子會結果實 這個是預言到在以色列家 雖然他們已經滅亡之中 但是神要興起一個樹枝 這個樹枝就是預言到基督 這個 他是有甚麼呢 這裡說到他有神的靈在他身上 他有耶華的靈在他身上 這個圖大家看到的圖是這樣的 中間就是耶華的靈 就是史拉有智慧和聰明的靈 就在他的左邊 耶華的靈中間 左手邊智慧的靈和能力的靈 看到嗎 下面就有謀略的靈 再出一些 謀略的靈和能力的靈 知識和敬畏耶華的靈 那是否聖靈有七個呢 不是的 而是聖靈有各方面的質素 他是神的靈 他有智慧 你有神的靈 你的人就越來越有智慧 其實在我小時候 我和人相處和現在是完全不同的 神是賜給我各樣的智慧去教導 這就是神的智慧 還有聰明 智慧和聰明是甚麼呢 智慧就是能夠認識真理 應用真理 聰明就是那種很聰明 即是說 在英文那裡是understanding 能夠明白 能夠明白各樣的奧秘 能夠明白各樣的事情 然後謀略 就是能夠有 counsel spirit of counsel 就是能夠有智慧去幫助人 有些謀略 其實我們的意思就是策略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需要策略 我們需要策略 譬如你想彈音樂 如何彈得好 你要有策略 你想怎樣幫助一個人 要策略 你想怎樣用一日都要策略 我怎樣用一生都有策略 這個就是策略 謀略神會給我們策略 還有有能力的 從神而來的能力 有知識 認識神和認識世上的事 認識人的心 還有有敬畏神的心 神就把這個靈 賜給我們 這裏講到賜給耶穌 但我們每一個都可以有神的靈 在我們身上 不過很多人有神的聖靈 但他沒有什麼智慧 沒有什麼策略 我們求主幫我們醒察 反思我的生命 我跟人相處有沒有智慧 那沒有智慧是怎樣的 有些人就說 糟了糟了我沒有智慧 哎呀我做了錯事了 這個不是好的方法 我們是怎樣的 我們就說 神你幫我 等我下一次不要做錯 這個就是智慧 下一次我怎樣處理這些事 那我們怎樣建立我們的勇敢和機智 第一勇敢 不是勇敢對替蟑螂或者老鼠 或者是人 不是敵人 是自己先 如果大家記得 周處除三害 記不記得 最後那個害是誰呢 就是周處 就是周處 即是他講到他有三害要除 其實我們最困難的是自己 我們破壞我們的生命 我們每個人都有軟弱 我有軟弱 我有罪、我有失敗 各個人都有 承認自己的軟弱和罪和失敗 是成功的第一步 如果不肯承認 是永遠不會成功的 有些人 他一生都不願意接受別人的意見 即是你說他什麼呢 他就覺得你冒犯他 他不肯聽意見 即是他沒有這個勇敢 他不敢 其實是不敢 他好像很威風 沒有人能夠說他的話 但其實他是很害怕的 他裡面很害怕面對他的事 如果能夠人勸戒你 你能夠很柔和接受 這是智慧 或者覺得自己不及人 你看到數學零分 不合格 或者自己的困難 有些人經濟困難 身體困難 人質困難 覺得我很醜怪 不敢面對人 而我們可以學什麼呢 左邊的圖 我錯了 對不起 或者我有失敗 不要緊的 射箭 都不中 但不要緊 神啊你幫我吧 我開始努力 這個面對自己 我想大家想一想 你有些什麼 未能夠面對呢 人家提醒你一些事情 你能不能接受呢 你接近你的人 有些人會給你提議 接近你的人 有時會給你一些勸戒 你會不會接受呢 因為那些勸戒 你聽到 你一定否定 求主幫我們有這個智慧 有時基督徒之間 有智慧柔和地 可以提醒對方 但用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如果你想這樣做 你害怕 你可以問我 怎樣的方法 我可以給你提議 用一個引導的方法 譬如那個人很不開心 你可以說 你覺得你不開心 有沒有影響你啊 你想不想更加進步啊 你想不想脫離這種 不開心的生活啊 你想活得開心啊 那麼引導他呢 就比說 你經常這麼煩 你沒有人喜歡你了 你做工都做不到的 那麼他聽不入的 那麼這個就是智慧了 引導他 讓他用他的角度去想 對他有益處的 就是你會開心做人 你想不開心做人呢 那麼這個是幫人去面對自己 這個是神秘愛的智慧 那麼第二件事呢 就要學 不要介意人體我們 第一 第一不要介意自己的問題 第二不要介意人體我們 因為人體我們 可能藐視我們 又說你做錯了 哇 你是基督徒啊 你信耶穌啊 信耶穌啊 那時候我記得 在外國呢 是一間出名的大學 那個老師在課堂上 你誰還會信耶穌啊 還以為有一個神的 你舉手 哇 我們那個教育 他說我就舉手 真的很勇敢 在一個大學 是一個非常出名的大學 是優秀的大學 但是他居然那個教授會這樣挑戰他們 但是他又不害怕 他又不害怕 教授呢 待會不讓他合格 他又不害怕 他照樣地說出來 那當時我覺得 他非常勇敢 那這個就是 神裡面 我們知道我們是寶貴的人 我們被簡損的 族類的君尊的祭師 聖結國獨屬神的子民 而聖經講到 以耶穌和他的道 當作可恥 在主耶穌降臨的時候 也都將那個人當作可恥 所以我們說神幫助我們 不要以神為此 並且願意分享神的恩典和信息 好了 既然需要智慧和機智 怎樣建立呢 這個建立的方法 第一 親近神讀經 因為聖經是充滿智慧的 其實智慧是怎樣呢 你善待人是智慧 你接納人是智慧 你饒恕人是智慧 你承認自己的罪是智慧的 有很多人都不覺得這些是智慧 其實你柔和對人是智慧的 有些人以為夠硬正夠大聲就智慧 其實大聲反而樹立仇敵 還有信從聖靈的感動 因為聖靈經常會帶我們善用機會 聖靈會提醒你 這一陣子你跟祂傳福音 有些人會覺得 我要幫祂嗎 但我們應該這樣想 我傳福音 對祂有益處 對我都有益處 是神提升我的生命 神會欣賞我 將來我的生命更加提升 所以這個信從聖靈的帶領 是會給我們智慧的 第三 就是用神的方法 接內人接物是智慧 神的方法是愛心、饒恕、接立、關心 是看出祂 與喜樂的人同樂 與哀哭的人同樂 這些是智慧 亦是另一件事 從智慧的人學習 在你周圍 你見到有些人跟人相處 真是很柔和、很謙卑、很有智慧 你就了解一下 他為什麼說話這麼好的呢 為什麼學習呢 其實我在網上很多教導都說 怎樣說柔和、律法的說話 怎樣說恩典的說話 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第五 就是評估自己所做 是不是智慧 下次就留意了 這件事是成長很重要的 有些人一輩子都不評估的 一輩子跟家人相處都是這樣吵架 吵架了幾十年都是沒有好結果 都是繼續吵下去 這個就沒有反思的能力 下面有個圖 P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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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可以評估自己的方法 PIE 是兩個意思 一個是Pray 祈禱 第二個是計劃 就是先祈禱 就是先祈禱 有一樣東西需要改 我們祈禱、計劃 I就是implement 實行出來 E就是Evaluate 大家都喜歡吃蘋果批 對不對 蘋果批 我告訴你 麥當勞也有蘋果批 還有不止蘋果批 還有別的 我不知道 我忘記了 有些不同批 就是告訴你 不是推銷 那裡有便宜的批賣 PIE 你記得了 PIE P就是祈禱 或者計劃 然後你走出來 走完出來 評估做得好不好 這個就是成長的過程 循環再祈禱 又再計劃 然後再實行 再評估 所以我們要學習什麼呢 學習經一事長一致 這個是應該的 不過下面那裡 不過有些人永遠都學不到 有些人經常被人影響 經常吃垃圾 每次都只要吃垃圾 人家罵完他 他就發脾氣 他又再罵他 永遠都沒有改 一輩子都不改 所以這個是沒有智慧的 還有經常不至地 待人節物 待人和處事 總是沒有智慧 重複同樣的東西 從樣是很害怕和人相處 很不敢和人相處 這些就是一輩子都是這樣 右邊有個圖給你看看 吃垃圾 很多人聽完人家說的話 就吃光了 不開心了 其實是對自己最有害處的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建立神的智慧 然後我們建立到 就要怎樣處理 人的問題要怎樣處理 第一不需要被人冒犯 別人說我們什麼不好 不要緊的 我就是承認 或者你提議我怎樣改善 這個是勇敢 然後過程處理好自己的情緒 不要發猛狀和他說話 處理情緒 求神給我智慧柔和處理人的問題 我說到不被人影響 不代表我不處理 我需要處理 譬如有個人 經常做的事都會破壞 那我一定要處理 但我首先不讓他氣壞 處理了內心 我心平穩安靜 然後我跟他說 你覺得這件事發生有什麼影響 對我有什麼影響 這件事有沒有影響我們的合作 有沒有影響這個群體 有沒有影響你自己 這就是一個智慧的方法處理 處理內心 然後先處理事情 或者處理人 這些以下的方法去講 請你告訴我我什麼錯 我做錯 你告訴我什麼錯 那可以怎樣解決 有什麼方法 這個是尊重 那我講回我小時候的經歷 因為我小時候在家裡 是家人是不聽我們說話的 我們沒有份說話的 沒有被鼓勵說話的 說話是多數都是否定的 我的記憶就是否定 但有一次我很深刻印象 是什麼事發生呢 我就嘗試 因為那時候要讀書讀很多 我嘗試喝咖啡 有些人說喝咖啡精神一點 為什麼喝完咖啡讀書呢 發覺是不讀書的 然後想睡覺的時候 又睡不著 那時候我跟後母說 我說原來喝咖啡 幫不了讀書 然後之後就睡不著了 他回答了那句什麼話呢 很有智慧的 很簡單而已 是呀 是一句是呀 我就說 我是很開心 因為我很清楚 記得那一句說是 不是 他每次都說不是 但是那次就說是 那我就很開心 很開心 原來呢 有時候我一句說話 肯定一個人 是令他覺得舒服的 欣賞一個人是令他舒服的 但是很多人 不懂得去尊重別人 你有什麼意見 這個更加尊重 有什麼意見 有什麼看法 不會問人 其實這個是尊重的 你可以給我一些提議 他更加覺得你尊重他 這個也是一個成長的 還有學捉實的機會 就好像我之前的太太 適勞龜主的太太 她所說的 打蛇除棍上 有時候機會 不是時時有的 機會是神給的 神給我的機會 第二點就是 機會有時只是一次 有時多次 有時只是一次 那現在我們有機會 給大家訓練 這個是 感謝主 又多謝神給我 有機會 希望大家珍惜 不是經常有這個訓練 可以有一天 沒有了都可以 可以有一天 逼迫沒有了都可以 第三 就是隨時留意 神的感動 因為神的感動 就是祂在抓緊的機會 你現在傳呼聲 你傳呼聲 祝福祂 神就提升你的生命 你就更加去 更高的層次 你不要以為 聽神說 付出代價是吃虧的 是祝福的 還有親近神 有智慧 然後勇敢機智 在抓緊的機會 在那時候 立即抓緊的機會 立即說一句話 可能你立即要想一想 我怎樣跟這個人說 我試過很多次 有時剛剛見到一個牧師 有些人可以跟他說 立即想一想 怎樣說 先想一想 這就是珍惜的機會 下面有三個人 他變成在抓緊的機會 以斯帖 抓緊的機會 立即救到猶太人 如果他當時沒有抓緊的機會 他就沒有機會救到猶太人 第二 大衛抓緊的機會 雖然神不讓他起聖殿 但他一定是祈禱 所以他知道這個藍圖 他告訴所羅門 這個藍圖 就是他在抓緊的機會 並且他在抓緊的機會 為聖殿預備很多材料 他死了之後就不行了 他死了之後 他的錢就不歸他 但他趁他再生 他就用他的錢 預備了很多很多的材料 來到起聖殿 這個就是大衛 那保羅呢 當他們祈禱禁食 跟著他宣教 他就馬上去 他就不會說 我信了主 沒多久 你沒理由找我 是彼得 是約翰 不是我 但保羅不是這樣 保羅放膽出去 那你會不會抓緊的機會 受訓練 成為末世的基督徵兵 我們末世需要基督徵兵 為什麼呢 到時很多人會跌倒 當要拜壽和壽印記的時候 我們現在沒有壽印記 或者手機上的沉合程式 是不需要你拜的 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他要你拜 一個人物 你就知道這是敵基督出現的 或者要你跟從某個宗教 或者否定某個宗教 否定耶穌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是一個活後的日子 求主幫助我們 在第二 這個七印 第一印就是有一個騎白馬 這個應該是敵基督的 他出來勝利又勝 敵基督可能勝利又勝 第二印就是什麼呢 地上奪去太平 世上再沒有太平 現在仍然有太平 但當時沒有太平 這個就是末後的景中 當你看到最後的時候 在這個機會 可能我們再沒有能力聚會都未定 因為可能禁止的 當你發現這個世界忽然間是沒有太平 還有第四印是死了四分一人 這件事你一定會知道 這個時候就是這個末後的景中 但是開始的時候 敵基督出現的時候 我們需要求主幫助我們 即時站立得穩 知道我們要面對這個時候 不用怕 因為神會帶領我們 而很重要的是 我們成長有機制 就是離開安全區 有些人的安全區是什麼呢 自己和朋友一起 大家聊聊聊聊聊聊聊 就是安全區 有安全區 他能夠鞏固區 即是能夠鞏固自己 然後伸展出去 然後脫離這個領域 然後成長區 就是一步一步成長 求主幫助我們 好像以斯帖 珍惜這個機會 以斯帖做皇后 可以真的變成一個 很瘋的人 很放瘋的 但必然他在這個皇宮裡 一定是親近神 所以他有這個智慧聰明 求主也幫助我們 靠著耶穌成為一個機制 有勇敢的基督徒 行不行 我一起起來 求主幫助我們 不是做一個 又怕 又沒有智慧 經常做錯事 經常煩惱的基督徒 經常吃垃圾的基督徒 求主幫助我們 成為一個勇敢機制的基督徒 柔和的基督徒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多謝你 求主幫助我們醒察我們的內心 到底我們的生命是怎樣的呢 我們的生命到底是被世界影響 被情緒影響 被人影響 因為靠著耶穌 暫立得穩 靠著耶穌 有勇氣 有智慧 有聰明 有機智 在某些情況之下 能夠做一些 基睛的事 一些很需要即時做決定的事 求主賜給我們智慧 在任何時間 我們需要做決定的時候 我們就求主賜給我們智慧 都放心去做決定 當我們尋求神 神給我們平安的心 亦都可以和人討論 然後在這個情況 我們就即時做一個智慧的決定 不需要經常害怕 經常不知將來怎麼辦 我們是可以信靠神的帶領的 求主幫助我們處理我們的自我 面對自我 我們有什麼軟弱的 我們能夠面對 承認我們的過錯 也都面對人的問題 面對事情的問題 在這一刻我請大家安靜 自己討過 反思一下 你的生命在過去十年 有沒有進步呢 你的生命在進步 還是繼續吃垃圾呢 你的生命是繼續軟弱無力 還是在進步 還是有藉口 就說我還是沒什麼用的了 在這個時候我請大家安靜一下 你反思一下 你的生命有什麼可以進步的地方 如果你想到 待會可以開聲說出來 現在安靜一下 請我天父多謝你 因為你是次人智慧的神 你是次給我們能力 智慧聰明策略的神 你是凡事都能的神 神你給我們智慧聰明 謀略能力 知識 敬畏耶穫華 給我們處事的能力 給我們接觸人的能力 給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給我們勇氣 去為主作見證 做一個忠心的伯仁 榮耀神 不怕人的機兆 不怕人的拒絕 去為主作見證 神啊你賜給我們一個尊貴的位分 我們被簡選的族類 有君尊的祭司 屬神的子民 是聖結的國度 主求你詩恩 提升我們的生命 幫助我們受訓練 操練自己 每一方面都學習 怎樣去分享信息 分享聖經 分享自己的見證 怎樣去聆聽人 回應人 不是用粗暴的方法 是用柔和的方法 求主詩恩 祝福帶領我們 祈禱奉耶穌命 阿門 好 問一下大家 先有沒有人領受到任何事 你想神感動你進步的 有沒有 你有的舉手 講出來 好 你講吧 大聲講出來 可以用這樣去面對自己的問題 正面去改變 OK 好 非常好 正面對自己的問題 正面去改變 感謝主 好 還有人舉手 是先人舉手 是 你說出來 你講吧 放膽講 大聲講 是啊 是啊 是不是你想講 是啊 大聲講 你先想一想 後面考驗講 你先想一想 你現在講 好的 開放 離開人對你的傷害 好 感謝主 神提升你 多謝主 好 後面考驗 多些讀聖經 了解這個神 感謝主 好 感謝主 好 感謝主 還有沒有人想分享 好 那些智慧 和我們去相處 好 好 求神幫助你 不要得罪了人都不知道 分辨到什麼說話 是令到人會受傷害的 這個是很高的智慧 OK 好 還有沒有人想分享 好 不斷去處理生命 調整自己的心態 都處理了裡面的問題的時候 就懂得去感恩 感謝神 就是每天 就是有一張很喜樂的心態去感恩 以前是不懂的 現在是 感受到自己很幸福 好 感謝主 這個能夠是 覺得自己幸福 放下過去一切的事 處理生命 讓自己成長 還有沒有誰想分享的 求主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 能夠脫離 脫離這個 我們的 comfort zone 和勇敢去存呼 這個就是神想我們所做的 求主幫助我們 勇敢地去作見證 在這個世代 作美好見證 建立人的生命 多謝主 主祝福大家 加力給你 我欣賞你們的 倚靠神的心 親近神的心 主保守你每一位 作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